人在落魄的时候送你五个字 不管你今年多大年纪 哪怕你一无所有 只要你能够运用好这五个字 日后你一定能够时来运转 东善再起 第一个字是善 心存善念 对父母我们要以笑为先 对朋友我们要真诚 靠双腿走路 靠双手做事 善良 必有后福 上天也绝不会亏待一个默默努力的人 第二个字是熬 人生都是熬出来的 谁都一样 那些厉害的人 看起来只不过是表面黯然无恙 其实他默默吞咽了很多的苦水 人这一辈子熬出来才有出众的可能 熬不住哪有累累的说 第三个字笑 经常微笑的人心胸宽广 笑脸洋溢的人底气十足 懂得微笑化干戈为玉波 做事情不计较 这样的人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第四个字忍 人生都是负重前行的 没有谁更轻松 道路的荆棘没有谁更容易 学会忍耐做最坚强的自己 第五个字就是忘 有些事情你要是记得的话 会让你想起来就感到委屈 所以别放在心上 要学会淡忘 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情 时常可以自己的人生做减法 才会有好的情绪跟着你 人记性有的时候不要太好了 唯有忘掉不快 快乐才会到来 如果这个视频让您深有感触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不再 不振什么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